高遠請 我們希望刑達大家都能夠控制一下時間,謝謝 好,請薛部長 部長先就今天的這個修法深信障害權益保障草案77條 那我們有提出就是希望能夠摻著人福利法事實一條 就是如果說服養義務人已經法院裁定免除服養義務者不再追償相關的費用 這部分會不會太多什麼 我們原則上支持 好 那另外就是今天的這個生障的相關的這個條例的修法 因為今天早上有這個生死幾個生障團體在外面 立法院外面抗議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說整個修法的過程中太過倉促 而且沒有參考他們的意見 那也認為說應該要讓他們有能夠自己做主的權利 那就這個部分衛福部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就是說倉促應該不至於 因為這個修法 他們是認為說只有開過一次的公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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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就開始了 這個修法的過程是108年開始 那有邀請多少生障團體參與這一次的修法 因為今天早上是30個生障團體 有這數量其實非常的多 全國我們邀請了全國性的團體 大概是20幾個 20幾個團體在當時 所以今天早上開記者會的生障團體有被邀請嗎 之前有參加過我們相關的修法 因為其中他們特別提到的幾點 包括說這次的身心障礙 就是這個後續的這個保障 那就這部分目前的態度是什麼 跟我們報告 這一個生障團體專家 在我們的修法版本裡面 他是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然後在二分這些的團體 這些專家的代表裡面 又是屬於生障者本身的話 又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所以這樣算起來好像就是說 不得少於四分之一 但是這是兩層的一個結構 那這兩層結構是否 因為最主要是說他們認為說他們不是只是一個諮詢 請他們表達意見 但是他們卻沒有決定權 那在現行的這樣子的一個比例下 往往他們就是只能發表意見 但最後決定者並不是在他們 那尤其是呢 CPRD CRPD呢 針對我們衛福部還有相關的台灣的 對生障者權益的保障 做了審查 那其中呢 有118條的結論的意見 那認為說其中幾點 包括說我們沒有看見障礙者的主體性權利 還有相關的缺口等等 缺少全國性的規劃 那其中對生障者來講 他非常在意的就是 全球生性障礙者 佔這個總人口數的15% 但是台灣的法定的生障者 卻只有5% 有明顯的落差 那其中包括政府是不是長期忽視 這些單耳重度失聰 或是單眼失眠的狀況 包括學習障礙 情境障礙等的這些 其實都是不是應該要算在這裡面 尤其是其實相關的連署上 也看到這些 包括單眼失明者 他們也希望連署說 政府能夠區分單眼失明的狀況 那把一定程度 非常嚴重的狀況 列為是法定的身心障礙 那就這個部分 衛福部的態度是什麼 當然這些個別的一些障礙的狀況的話 是否所略入所謂的法定 這個事情 這都可以進一步再做討論 對 我希望衛福部能夠積極的有所回應 因為你看這個落差其實是非常的大 那我們過去因為 這個落差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講這個全球的身心障礙者的時候 他用的是disable 那disable其實包括我們在國內的話 就變成所謂的身心障礙者 還有長照的失能 也是disable 所以他的範圍比較狂 定義比較寬 但是無論如何 就這個所謂法定身障者 目前是不是過於狹隘 因為我們相關的法令 是已經15年沒有修法 那與現況其實有很大的落差 那政府其實也應該要考慮到說 就這些個別情況嚴重的 單眼失明 單耳失衝的狀況 已經到了身障程度的情況 也應該要列入這個相關的 身障者的保護裡面 那另外呢 關於身障者相關器材的補助 尤其是數位化助聽器 這補助這個只有15000元 但是呢 相關的費用就高達15萬 其實很多家長也認為這個負擔非常的沉重 尤其是這次防疫期間 很多人也認為說 相關的防疫資訊其實並沒有手語的資訊 包括很多重要的議題 裴洛西議長來台 相關的畫面也都沒有 那其實會認為說 政府在這個方面做得還不夠全面 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是 我們也可以來做檢討 也就是說像這種數位化助聽器 那如果是比較高額的這些 這些 對 這個費用的落差真的蠻大的 而且目前的補助 其實是以加戶所得 來做一個衡量的標準 那對很多生障者來講 其實他是個人的狀況呢 就是中低收入戶 但是如果用家戶來講的話 往往跟實際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其實對生障者來講 他們也認為說 這樣子並沒有真的照顧到他們 而且這些生障者的勞動力調查 你也會發現說他們的薪資呢 其實只有正常一般狀況的七成 所以這個薪資也明顯偏低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用家庭總收入來做相關補助的 這個依據 其實對他們來講並不見得公平 那另外其實我們也發現說 對生障者來講 他們需要的個人助理 無障礙空間等等 也是這一次訴求的關鍵 認為像日本韓國都有提供 那我們目前呢 在這些住宿型的照護機構呢 有提供 但是對於生障者的居住權利 或居住自由 其實相對的就沒有做到全面的保障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增加這種個人的 這個生障者的一些補助 或者是給他們提供相關的資源 來協助他們 像日本在2006年就有 障害者總和支援法 提供這些障害者呢 核定時數330小時 自由選擇的一個訪問介護 或是個人助理的服務 那未來我們衛福部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考慮 能夠來跟進呢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所謂的訪問介護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居家服務 對但是其實申請者非常的有限 那其實代表說 我們其實在相關的審核 或是相關的過程中 其實並沒有全面的去 考量到現在的狀況 所以今天記者會裡面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個人助理這一塊 那我也希望衛福部去考量說 到底落差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那個人助理的部分 剛剛也有委員 那個質詢過 我承諾就是我們這個部分 會來做檢討 好 這部分是代表說 他們有這個需求 尤其是 今天也特別提到說 有人因為電動輪椅的關係 他根本沒有辦法 離開 那可能一個月都要坐在電動輪椅上 那在家裡面的照護 其實人手是缺乏的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社會上很多歧視的問題 包括說前陣子這個公車 也有障礙的問題 那有交通部 就直接說不歸我管 或者是說 你會發現 陳大的全民台語認證 也規定說 事實上聽障者 不得怒內等等 類似這樣公然歧視的狀況 其實比比皆是 那到底如何在各個層面 跟各個機關橫向的聯繫 來去全面的保障 這些生障者的權益呢 我想今天委員的質詢 那在座的包括教育部 交通部 他們都有代表在 他們應該也都聽到了 那所以後續 那對於生前法的這個 就是如何去落實到各部會 讓大家都能夠有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共同的去面對 而不是說 把一切的這個問題 都推給衛福部 那你衛福部是要到各部會 去檢視所有的施政 或是公共設施 或是去看每樣細節 才有辦法真正的落實 到底這部分要怎麼樣去真的 就能夠落實到各部會 各機關 每個部會都有他的法定職責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是這樣子 但是你看到 對媒體的詢答的時候 說不歸我管這樣子的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們有真心想要落實嗎 沒有啦 這有時候是脫口而出 這我想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還是必須要處理 好 謝謝主席 我們也希望各部會 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